准备进入下一题 中国地大物博 饮食文化很重要 比如说吃粽子这事 南边跟北边不一样 馅儿不一样 味儿也不一样 有甜的还有咸的 对不对 下面咱就到屈原故里 看看当地的粽子 什么样 紫归县是屈原的故里 这里的端午习俗历史悠久 过得比春节还要隆重 我们紫归归族过 当中节是要过三个的 就是每十天一个端午 是头端午 头端午就是五月初五 对 中间的就是叫我们紫归人 称为大端午 大端午 又我使得就是磨端午 您包的这是什么馅儿的 我包的是红枣馅儿的 红枣 那就是甜的呗 对 甜的 这是腊肉 也是可言可甜 所以你看啊 屈原的故乡 这吃粽子的口味也是 甜的也有 是咸的也有 但是除了粽子的馅儿 有咸和甜之分 粽子的叶南北方 也是有差异的 你看 都是这种小的 这是什么叶 落叶 当地全都是用这种包粽子 对 听提了 请问南方习惯用弱叶包粽子 北方习惯用芦苇叶包粽子 这个描述是真还是假 是吧 道计时 芦苇 咱那边使的是芦苇吗 我们那边还用厨叶包的 我觉得是真的 我们都是用芦苇叶 假的吧 假的 那咱们选真吧 平衔 不一样了 南北方的植物可能不同 那么最终包粽子的那个叶子 也可能是不同的 我们也用芦苇叶 但是我们还用一种毛竹的叶子 就这个若叶呢 可能在我们那边用的 倒不是特别多 来 验证一下 南方习惯用弱叶包粽子 北方习惯用芦苇叶包粽子 这种说法是正确的 芦苇生长的江河 湖泽等低湿地 无论是南方还是北方 有水源的空旷地带 都可以种植芦苇 而弱竹只有在热带 亚热带的环境中才可以生长 因此北方没有弱竹的种植 你答对了吗 对了 真的 加分了 这不就平了吗 目前比分20对20